提到新明月这个词 其实真的是很有感触 因为当时是这样 就是在97年我记得是 我和我的同学冯小泉 还有曾格格 我们一块策划了一张碟 小泉他写的曲子 然后我帮他编配这张碟 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 这种效果 我们就说 这个音乐叫什么呢 就七嘴八舌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起的最后 反正就叫新明月了 当然一出来以后 就是如雨后春笋 包括好多好多组合 全都开始都觉得 这个形式特别好 就开始都玩起来了 所以说对中国音乐的发展 我觉得是起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特别是明月这一块 国乐这一块 其实我做音乐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盲目的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我有时候就是 对于命题作文 经常会写跑篇 因为美食的心境 你不可能马上和它 能形成共振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利用好 你的所谓的灵感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种感受也好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锻炼 去感悟它 对 比如说我很多东西 像《聆听中国2》里边的 这个《精灵》里边的所有曲子 那都是我自发的 有一种感悟 然后我去写的 而很多东西又不是 让你这样去 这么舒服地去写东西 你比如说 《中国奇谈》 《灵灵》 它是个影片 人家的整个的导演的剧本 什么词 包括整个的情景 故事 全都很完整了 你需要先去理解 先去看 找到它的色调 和你的音乐的这种匹配度 然后你去感受 然后才能去写 这种就会多加一层成分 当然对于职业的 做起家来说的话 这些东西 我们都需要去修炼的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就是我们去工作的一种方式 今天我们就主要是 给大家介绍 《灵灵中国2》 这个七月曲部分 对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人声部分 今天可以听到一小首 就是那个《湖不归去》 《中国奇谈》的那个 对 其他的呢 之后我会给大家介绍 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